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兰克林可能要加盟山东队的新闻 可是让大家都炸开了锅 富兰克林是一位知名的救火队长 每次登场好像都是担任其他球队的小外援角色 作为一个以三双数据闻名的球员 他无论在哪里打比赛 都是兢兢业业 可是由于球队的其他成员差距太大 整体的成绩都不是非常的亮眼 只能说队伍里面仅有一个抢手 是罢就不了整体的颓势的 而他在CBA的这么些年 也曾有经典的时刻 比如在16到17和辽兰的三个加时比赛 即使过了这么久 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他还在山西队当外援 而且那一次碰上辽宁 又是主场作战 所以双方士气都很生猛 一直是互相交着 在这场比赛之中 他的成绩可以算是非常亮眼 如有神助一般 他出战58分钟 就拿下了60份 还有21个助攻13个篮板 这种大号的三双数据可以说是刷新记录 可是对方辽兰不仅是一个强 而是各个成绩都很厉害 所以在第三个加时还是被打败了 留下了他生无可恋的经典表情 在弱队带不起全队的成绩 十分无奈 如果把他换到一个拥有很多抢手的队伍 是不是就能够整体上再进一步呢 山东队目前就是处于这样的状况 整体势力非常均衡 而且强劲 他们想要冲击总冠军 而且也有这样的资本 但是队伍中的丁燕宇航拘留不定 所以还是必须请他这种摇摆人入队 强攻区分和组织进攻 他都是非常擅长 加入之后可能会带山东队上一个台阶 完成目标也说不定